不過今天就是要做這個醬汁 肯穹醬 就做一個肯穹的辣味中捲 那只要這幾個環節 你都有掌握住的話 說不定也不輸我的 歡迎收看 Titan的世界Kitchen 我是邱永 今天我們做這道料理 聽說最近非常非常的夯 聽說麥當勞跟這個BTS 造成一股旋風 不過今天就是要做這個醬汁 肯穹醬 就做一個肯穹的辣味中捲 今天這個肯穹醬 它就是這個美國南部的一個醬汁 這剛開始我們就來肯穹調味粉 或者是可以叫它紐澳梁調味粉 那我會讓它顏色再深一點點 匈牙利紅椒粉 然後我們這邊加上 義大利的綜合香料 然後我們再加上這個黑胡椒 一點點鹽 然後糖 辣椒水就是Tabasco 然後最後我們把番茄醬加進來 把這邊攪拌均勻 這個醬汁搭配什麼都可以 肉類海鮮類都還蠻適合的 好這邊我們先挖一點點出來 然後我們這邊把水加進來 我們等一下做成另外一種 有點像是沾醬的肯穹醬 然後我們這邊有加了這個醬汁的 就把你美海汁加進來 攪拌均勻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要做 另外一個中捲的時候的沾醬 現在我們就來醃我們的中捲 頭的部分對開就好 一隻處理一隻不要處理 中捲的身體切成圈狀 那現在我們要來醃製它 然後我們加上我們的肯穹醬 今天我是故意先把它調稠一點 醬它比較容易附著在這個中捲上面 它就會巴附在上面 這裡醃製最好就是至少六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就讓它醃製一下 好我們醃完六個小時之後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麵糊 高筋麵粉全蛋水 把它給攪拌均勻 我在裡面也會加一點點肯穹醬 讓它的味道不要那麼的薄弱 除了醃這個以外還可以拿來做什麼 雞肉啊 牛肉啊豬肉啊 都蠻適合的 那你也可以當作像剛剛調整的沾醬 去沾很多炸物啊 或者是烤物啊 都可以 好這時候來 我們就把切圈的中捲 放進來 來把它給沾附起來 那我準備了麵包粉 沾完麵糊的中捲 我們就用麵包粉把它給沾上去 就把它放到我們的烤盤上面 當然你在家裡面你也可以用油炸的方式 就是你今天另外一個完整的就直接烤 對 用肯穹醬來做兩種方式 然後跟味道也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我們兩種風味都做好了 我們就用烤箱180度烤10分鐘 我們就用烤箱的烤箱 現在是烤箱的烤箱 我們就用烤箱的烤箱 10下最夯的啃琼酱 今天就交给你 那我今天做了两种不同的风味在里面 在做这个啃琼酱的时候 当然你一定要买这个啃琼的调味粉 那再来是我做出来的今天的酱料 因为它是腌料 所以会比较稠 如果说你今天变成像酱汁的时候 我都有加水进去做稀释 那只要这几个环节你都有掌握住的话 说不定也不输我的 那一样你可以换成像鸡腿猪排 都用这种方式都可以去做 那今天我是教大家就懒人的方法 可以用气炸锅用烤箱都可以 好在家自己做吧 那我们Titan的Segai Kitchen 下次再见咯拜拜 我对啃琼酱的印象就在你这里了 真的吼 好 那等下吃看看 那你不是有袋子 对啊你怎么会 没有买那个套箱也会给那个袋子 吃看